在东大门夜市旁边的花莲铁路医院市历史建筑 所有全人台铁局在三年前启动工程 赤支6000多万元元帽修复在月底要完工了 立委傅昆奇邀请了台铁局等单位来会刊 台铁与诺维持低廉租金 并且和县政府一起处理淹水 共同来推动当地蓬勃发展 铁路医院建政东部铁道开发史 且建筑正面保存状况不错 宣服文化资产审议会评估当中 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2009年登陆历史建筑 前年1月修复工程人员切割钢架时不慎引发火事 后动建筑全部销毁 工程受到延宕 而在团队加紧赶工之下 主体结构近日已经完成 除了保留下方的墙面 商方木构造应被拔椅柱使拆除 原铁壁屋也要更换成日本瓦 6月副坑期邀请台铁主秘陈玉某 与县府文化局观光处 以及县议员吴东森、徐子方、韩丽梅 会看讨论 6月副坑期感谢台铁局的用心 保存了铁路医院 为了期盼与职一大街结合 成为地方重要文化以及观光的资产 铁道的旧医院 铁路医院能够把它好好的保存 而且把历史重新给大家来分享 我们也非常谢谢铁路区 铁路区关系到花莲百年的发展 跟我们地方息息相关 那当然过去铁路区跟我们地方 当然也是为了东大明业四十块土地 可能过去有一些 大家协调上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携手相拥 共同为这个地方的发展 一起来同心协力 那现在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铁路医院都很支持 所以过去到底我们这个十一大街 能做多久大家不晓得 三个月六个月来催一次 大家提心到胆 到底要不要店面再整理 要不要再装冷气 要不要再装玻璃 是不是地板要换地砖 都要想很久屋顶有万一有漏水要不要修 现在屋顶也都修好了 那内部的装潢能不能继续做 因为这是县政府跟这个铁路区来承租 这分租给所有十一大街的部位伙伴 所以我要谢谢铁路区 那去年我们这个本委员服务处 所开的这个协调 那铁路区也很大方 所以县政府要租多久 他们就借多久 所以我们就暂定第一期五年 第一期五年来承租 那也未来可以分租给所有的 这些我们的业者店家 大家可以一个比较稳定的 稳定的心情来经营 来经营我们的这个十一大街 我也要拜托各位 这个花莲县政府还是立委服务处 都希望大家能够安定 在安定的时候 这个铁道园区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五千万来整理 我们更希望这个整理好以后 这是一层花莲一个非常重要的 文资跟实意的形象商权 做到会当中做成八点结论 要求月底完工 海水需要整体规划试作 另外需维持最低住金不挑战 重设入口异象 保留原土地公庙等等 立委丰会集结引入协助 向文化部原住民住委员会 争取原住民舞蹈表演等等的经费 记得就关于华州老 以赞讯计划试作员会 再误带